这家人有多会省钱 肥皂用完后要将滴落的水接好 留着给弟弟继续洗手 谁也只能开一点点大 这样水表就不会转动起来 油烟机抽走的油 要进行回收利用 电视面前开了30秒没人看 就必须要马上关闭 家庭用水也要经过 洗菜洗米几个流程后 才可以用来浇花 之所以那么行 是因为阿伟女儿毕业两年 投了500份简历都没找到工作 就像在日常为家里节约开支 阿伟一直让女儿不用太节约 她只为高薪资后 完全能养好女儿 但实际情况阿伟最近也失业 为了稳定家中军心 一直在快餐店假装上班 并且同时疯狂投简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如今有个绝佳的机会摆在眼前 电视台推出一个省钱家族的节目 需要一家四口都没工作 这简直是为他们量身定做 节目组会给两个家庭 每家400元生活费 他们需要用这个钱度过7天 最后哪家剩的钱多 就能获得1000万的奖金 活动真实有效 上次获胜家庭的狂欢就在眼前 但1000万不是那么好拿的 在这个期间有严格的游戏规则 两个家族会被安排 免费入住省钱屋 找人借钱犯规 去乞讨也犯规 别人请你吃东西犯规 去打工也是犯规 为了让他们从现在就进入状态 哪个家庭能先到达省钱屋 就将获得额外50元的奖金 话音刚落众人拔腿就跑 刚开始为了省钱 两个家庭都选择跑步过去 但后来阿伟家发现 距离实在太远 而且花点钱坐车先抵达 拿到奖金也是很划得来的 爸爸让弟弟坐在空位 妈妈却将儿子塞进阿伟怀里 这样可以省下一份钱 对手家庭健壮也开始坐公交 却连这点钱都不想花 儿子掏出明天一刷嘴上一滴 就想要蒙混过关 后面的女儿也学着操作 毫不意外几人被赶下了车 对手家庭不肯放弃 又搭上另一辆车 靠着装有钱人没带零钱 成功地坐上了霸王车 而阿伟家也想耍小聪明 分批下车让后面的人结账 但司机每个人记得太清楚 最后一个走的院中女儿 只能用劳动偿还 最后阿伟家险胜对方 本以为可以欢天喜地 享受50元的奖金 但节目组就喜欢搞事情 还准备了一个问题 阿伟回答错误后 50元没有任何人得到 接下来两家分别进入省钱屋 这里面环境不错什么都有 但什么都需要用钱 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 就连水费都是要收费的 但比外面的世界要便宜些 为了省钱两家人很默契的 选择睡觉 只要睡着了 就不会消耗也不会饿 但阿伟老婆受不住了 饿她可以忍耐住 但身上脏实在是受不了 于是起床花了五元钱洗澡 才感觉舒舒服服的 但妈妈洗澡被家人给发现 妈妈有点子心虚 提出再拿出五元让他们洗 但父子几个对洗澡不感兴趣 他们花五元买了桶泡面 但还得几人一起吃 见他们半天都舍不得吃 妈妈立马前来给几人打个样 一口下去就吃掉了一大半 吃完传给了弟弟 弟弟嘴下留情只吃了一点 姐姐在一边缠坏了 等到自己手里的时候 只能喝一点汤了 等到阿伟手里 就剩一根漏网之面 为了不浪费就大口吃掉 而对手家庭这边还没吃一点东西 肚子叫得就像在打雷 哥哥和妹妹默契地拉紧裤腰带 因为坚持才是胜利 阿伟家决定走出省前屋 去寻找新的机会 在公厕免费洗澡洗头 吃东西就去超市的试吃点 厚着脸皮在摊位吃到饱 阿伟家解决了温饱 而对手家竟然还在睡觉 当然一分钱都没有用 主持人都佩服几人 继续这个情况下去 相信不用十个钟等 我就要帮他们叫白车 如果我们帮参赛者叫白车的话 他们就会即时被取消资格 今天阿伟家还剩385元 对手家依然是400元胜出 但令人意外的是 睡梦中对手家白白弄丢100元 真是闻着伤心听着流泪 阿伟家得知这个好消息 决定要好好地犒劳自己 但也是很省的那种犒劳 他们进店参加 一员吃一只鸡的活动 谁知商家的套路实在太深 表示一桌仅限一只鸡 于是几人瞬间坐了四个桌子 迫不及待等鸡上桌 可以揭开锅 里面一大锅都是辣椒 阿伟吃了一口就明白 这一顿结束 自己两头都要遭罪的 终于要受不住的时候 阿伟想要结账 但店员告知每浪费5克就收5元 他们只能继续埋头苦吃 紧接着店员拿出天价饮料 原来在这等着他们呢 可妈妈直接拒绝 绝对不多花一分钱 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冲到厕所想要解辣 可店家做得太绝 连水都给停掉了 更糟糕的是妈妈还遭遇了抢劫 如今他们只剩下200元了 而对手得知这个好消息 终于舍得起床吃东西了 这家人正在参加省钱大赛 7天时间4口人只有400生活费 省得最多的家庭 就能获得1000万大奖 阿伟家一桶泡面 都要从妈妈开始吃 然后是儿子和女儿 最后才能到自己这里 本以为这够狠了 谁知道对手家更能省 哥哥小心翼翼撕开一袋饼干 拿出一片后分成两半 一半自己和妹妹吃 一半分给父母两人吃 他们还得再分一半 妹妹吃完后想再吃一片 都遭到了哥哥的拒绝 表示留下后面还能吃几天 若还是很饿怎么办呢 哥哥交家人 将裤腰带再勒紧两个 本以为有这样强劲的对手 阿伟家能欲强则强 谁知总是意外不断到处破财 妈妈穿得太靓丽被人再次抢劫 阿伟答应儿子玩游戏也花了钱 如今的资产只剩下五十几 一家人都在怪对方不该花钱 对手家就仿佛看到胜利的曙光 之前一块饼干都舍不得多吃 如今一次花五十也不心疼 阿伟这边又出现意外 女儿之前吃辣太多不舒服 送去医院后如今只剩下五元 反正只剩下这一点 赢比赛几乎是不可能啊 女儿就像买泡面给弟弟吃 谁知突然有了起死回生的新点子 因为省钱屋的东西比外面便宜 要是赚一波差价说不定有机会赢 反正规则说不许打工 但没说不能自己当老板做生意 他将贩卖机的面都瘦了出去 为了赚更多钱 还找对手家庭买泡面 对方得知他们花了这么多钱 心里开心还来不及 后来得知对方的用途后 毁的场子都清了 他们也进了一些货去卖 但来晚了工人都吃饱了 只能将东西又退给老板 一顿操作下来没赚钱还亏了 比赛终于到达最后一天 两方竟然都还剩二百 打成了平手 为了分个胜负 节目组决定进行小小的加赛 这家人能有多会省钱 在公共厕所洗澡上厕所 这样就不需要水费 离开时还要打包一些卫生纸 饿了就去超市试吃 只要不怕射死 就能一直吃到饱 只因他们在参加省钱大赛 省得越多的家庭 可以获得一千万大奖 但如今两方打成了平手 为了分出胜负 节目组提出一个小时内 他们想办法回录音棚 那个时候谁的钱剩下的钱多 谁就是最终的赢家 这次大伙直接坐公交 但阿伟女儿跟对手上了一辆车 对手女儿跟他们在一起 当阿伟想装没带零钱 下一秒就被对手女儿给揭穿 三人被赶下了车 最后靠卖惨才继续乘车 而阿伟女儿这 就像只小白突入了狼窝 人家纷纷下车 表示由后面的人买单 眼看就要被大坑一次 一个老司机站了出来 说这个把戏 之前阿伟家就喜欢玩 如今他只能自认倒霉了 最后两家人都赶到了录影棚 阿伟家还剩下一百八十二块 而对手家还有一百八十六块五 就这样阿伟家输掉了比赛 但没想到下一秒 阿伟女儿掏出五块钱 晒第一次坐公交的时候 老司机见他打扫得干净 就没有收他的钱 就这样阿伟又重新夺回了大奖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 节目组意外发现 阿伟家并非是一家人 原来妈妈是阿伟曾经的上司 跟他一样失业后 两人合伙参加比赛的 这确实不符合参赛的规则 于是再次反转 由对手获得了奖金 输了比赛后 阿伟家失望了五分钟 然后开始靠自己发家制服 毕竟通过这次的事情 他们深切地明白 钱不是省出来的 而是赚出来的 钱钱就是粤语中省钱的意思 影片讲述了阿伟因为失业 携全家参加一个 省钱比赛真人秀的故事 电影上映于2002年 亚洲金融风暴刚刚平息不久 香港经济萧条失业者增多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 以喜剧的形式给人们加油鼓劲 电影中这家人虽然输了比赛 却通过自己的努力 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只要一家人健康平安地在一起 日子总会有办法过下去的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记得点赞评论哦 可以让我开心一整天 哦耶